人在美國的AI教父黃仁勳 走到哪開獎都能吸引不少人駐足聆聽 也在錄在市場上有最新動作 彭博社報導 回答花了約1億美元 收購前AWS管理階層創辦的Shortline 這間公司的軟體能用演算法 抓出系統錯誤並自動修復 有望讓AI霸主實力再上層樓 代表回答朝向軟體公司轉型 未來將會成為一家 同時可以提供硬體 還有軟體完整解決方案的企業 回答如今已經是全世界市值最高企業 微軟 蘋果則是持續力拼 奪回古王寶座 這科技三強被形容是美股三巨頭 畢竟市值全部都在3兆美元之上 和德國 英國今年4月GDP的差距 越縮越小 甚至都引過法國等國 台灣的GDP則是連兆元都還不到 堪稱開啟企業富可敵國的全新時代 怎麼樣去規範來防止這些科技巨頭 壟斷市場 這個就變成一個重要課題 那此外就是說這些科技巨頭的一個崛起 會讓這個貧富差距擴大 科技龍頭場影響力俱增 人工智慧的崛起正是主因 掌握全球晶片命賣的台灣 在國際上的實力與能見度 自然也與日俱增 而且不只台積電這座護國神山 聯發科的市值已經贏中國網易一大截 股價攻破兩百元的鴻海 市值也高過美團點評 廣達衝上三百多元 同樣贏過中國主要公司百度 AI需求強進攻擊端 努力想滿足需要 但未來一旦攻過於求 恐怕就會有泡沫化風險 以最蓬勃生長的美國股市來說 開頭宏觀的經濟學團隊認為 美股未來十八個月 會因為AI持續大放異彩 但AI泡沫最終恐怕還是會破 屆時美股就會跌回 跟全球其他股市一樣的位置 人工智慧話題不斷 機會與風險都得評判 華視新聞黃天理實踐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頭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